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训练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杨冠博 29岁 来自北京 非常高兴来到菲尼莫属 希望来这儿 因品一份公关经理 项目经理的职位 谢谢大家 杨冠博是体育大学 叫运动训练专业 这个专业是干嘛的 其实就是运动训练学 出来以后可以当老师教练 这方面的 你以前是练哪个项目 足球 踢到什么程度 踢过算职业的吧 职业的 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 年纪比较小 踢的是青年队 就类似于现在的预备队比赛 中超有没有踢过 没踢过 哪年开始不踢了 99年 99年 随后上大学是吧 对 大学毕业是哪年 03年 03年毕业之后有没有工作 直接去的 这个中国残联的那个 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管理中心 他刚组建 然后毕业就去那了 你在那具体干什么 就是项目负责人 负责这个基建的 国家队的训练 选出运动员 然后进行国家队的集中训练 所以冠博你事实上 在这段工作时间 你做的是一份管理工作 对 我是管理工作 03年去的那儿 对 到现在是八年的时间 因为09年我就辞职了 为什么 我现在他那儿挣的少 不能够发挥我的 多少钱 四千多一点吧 09年不干了 辞职了 09年到11年 这两年干嘛呢 09年辞职之前 其实已经跟朋友 谈好了一份事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决心 辞去一份 就是所谓的铁饭碗 但是理念不同 最后这个事就没最后做成 然后就搁置了 然后后期又跟朋友 合作了一些 烂七八糟的事 对 烂七八糟的事 最烂七八糟的是什么 卖酒 还卖过酒 红酒 不是红酒 就是白酒 你怎么卖呀 就是认识朋友关系 你们政府接待要一批酒 就是他有酒 然后通过我的关系 去认识人 然后就推交给人家 接待就买这个吧 反正喝什么都一样 确实是烂你八糟的事 对对对 所以阎贯博 算是一个个人经历 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同学 29岁的年龄 现在今天要找的是什么工作 公共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因为你认识政府的卖过酒 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这方面的 语言沟通能力比较强一些 我想替老板问你一个问题 你刚下来说 跟主持人在聊天的时候 说了至少五次 关于关系这个字 为什么现在突然 出来找工作呢 如果你去到其中一个一位boss的企业上班的时候 突然间又啪一个电话过来 一个更好的一个项目 那你会怎么取舍呢 我觉得 我还是 我现在就是说 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东西了 我心态很平稳 我已经很清楚 我现在想要什么了 不像前两年 我觉得 我要一夜变成什么什么样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最想要的就是 就是可以在这个平台能够展现到我 老板能够重用 有机会 包括婚姻稳定 家庭很幸福 结婚了吗 没有 还没有 有女朋友了吗 有 莫言别想了 小飞 我其实挺想知道 你对于你这个 想音频的工作的这种期待 比方说 这个层次啊 还有这个收入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啊 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看你戴的腰带 应该是驴牌了吧 驴牌 对 就是像我们在座 有好多人 还都不舍得买驴牌的腰带 就是你已经这种档次的 这种穿着了 然后你对工作的期待 它的收入是什么样的 再一个 就是说 因为他在谈的时候 一直在谈什么呢 我这个最近没有在跟人投资 我没有看到好的东西 好像很那个高屋建领 很很档次很高 就是那我就 我就不知道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说 那你跟我们对你的这种评价 是不是能够匹配 你认为你的收入应该是 六千以上 六千以上 六千可能刚给我买了驴牌腰带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 我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 创造我拥有这些东西 但是这不代表我拥有了这些东西 我以后的生活还 非要冲着这些方面去活着 曾经辉煌 对 现在要回到 驴牌腰带有一条可以了 我不能说曾经辉煌 我认为我那个也不叫什么辉煌 只是我只是觉得我那个时候稍微动了一些脑筋 用了一些心 其实对于一个应聘者来讲 标识过于明显的着装 其实是容易暴露出一些问题的 这个方面要注意 如果你到我们任何这家公司来 你觉得这里边你最大的要做的调整是什么 最大的就是说 其实就是心态的问题 我觉得我能来到这儿 就是可以很能证明自己的心态已经转换了 好 好 来恒运 我想问一下 你心目中的一个优秀的这种公关人士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你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素质 优秀的公关我认为应该是 首先给人的第一感觉看上去 首先是比较应该是比较正的一面 还有一个是给一张嘴说话的话 给人一种亲和力容易让人接近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下来就是专业的能力 比如说你在这公司里边 你公司是做什么的 你对这公司的了解一定要专业 好 来他老师刚才一直在举手 对 因为我想补充一下 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做公关的人才 因为他在沟通上面 有他的天分 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 从他在讲话的这整个过程中 邵刚老师有没有觉得 他跟你的身体姿态是一样的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认同 对 那其实交往的过程中 能够最快速度拉近距离的 就是认同 要让对方感受到我和他是一样的 杨冠博到目前为止 我用两个字来形容我对他的感受 就叫笃定 对 就他 反正在这站嘛 你们爱问什么问什么 我都能够给你滑落 但是我特别赞同您的意见 但是我有一点点小小的建议 就是说 其实你这人很真诚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跟你交流 觉得你很油嘴滑舌 就是在我听你讲话的时候 或跟你打通电话的时候 你的感觉其实让我感觉 你很油 对这行你不是很 怎么讲 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所问你的问题 你其实脑子里都已经有答案了 12位 这就是杨冠博 根据刚才他回答问题的方式 方法 语态 内容 12位做综合判断 你们选择继续 而离开 请选择 谢谢大家 五位离开 小飞 为什么 我 我说的比较直白 我觉得他还身段太高了 身段太高 对 就是这个 我觉得让他 带我们公司来工作 有点屈尊的感觉 是这条驴牌腰带误导了你吗 就包括他的谈话 包括谈话的架势与态 对 对 好的 不过还有七位留了下来 现在你要向这七位证明 天生我有才 所以我们秀一下球 随便踢两脚吧 不喜欢谁不要往他脸上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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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颠球有一个叫什么 十二部位颠球 这个确实 做不了是吧 确实已经很久没有练了 你让我颠十二 我现在就是换成运动服务 我可能也颠不了 就是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一个小小的炫技 让大家轻松一下 其实他无论能不能颠十二个 这个问题都很无聊 颠了十二个 有助于找工作吗 哇好无聊这个问题 我们又忽略不计了 七位 现在有七位留了下来 七位几位 我有个问题啊 因为你实际谈的公关 一直是在跟 有资源的人打交道 对吧 一般来讲的话 在一个部门里边 有很多头头脑脑 你怎么来快速判断 谁是你的决策链中的 关键环节 判断 从底下要打听 从外部 比如说他上面有一层人 但我一定要从底下 跟我同等水平的工作人员 也是属于 我是这个位置上的人 但是我从底下 我要问 这你们什么领导 是干什么的 他在这边取得什么 非常好 这个你回答得很好 对对对 一定要从底下 这是决策链 打决策链的方式 但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公关 而没有考虑过 去做一个销售呢 为什么不做销售 而且我觉得他不适合 做那个对客人的销售 记得做销售 他为什么不适合做销售 你问的问题是 大客户销售才需要的 决策链 是吧 信息 但是你发现没有 在这个舞台上 鲜友谊上台要做销售的 会不会 大部分上来就是要做公关 会不会 你做个人销售 我替他给你一个 不着调的回答 人在呢 人家原来的那位置 就相当于残疾人 这个体育运动里边的 体育总局副局长 管好几个运动中心的 那么高值别的一个人 你让他退下来 他也不是做销售的呀 那不见得我现在还做销售的 好了 你从哪退下来的 那是谁 谁说销售绝对可以做一辈子 观察了这小伙子这么久 我觉得他思路 可以稍微打开一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这个奢侈品牌 马上要开业 那我们其实就需要找这样 看着很舒服的小伙子 又特别会说话的 那不也是销售吗 那个其实就是说白了 是店长 但是专门对 就是他们打交道的人 都是非常有层次的人 都是你三一句话说不对 他可能就不高兴 这可以考虑 然后呢 我也觉得说 我们的大客人 都是那个非富即贵 所以小飞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刚才我说 这个驴牌腰带 逼走论地 但是恰恰就是 这个驴牌腰带 让小样留了下来 因为他想要的就是 针对大客户的 这样的销售 所以刚才 我也说这个工作 是可以考虑的 对吧 现在还有七位留下来了 基本上的交流状态 就是这样的 甭管他适合不适合销售 甭管他自己 愿不愿意干销售 愿意干哪类的销售 是公关的哪个类型 七位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了 请选择 现在有三家留了下来 说一下你们能够提供的职位 咖啡之意 尹丰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基本上 比较熟悉这个社会游戏规则的 你适合做总经理助理 所以你给提供的职位 是总经理助理吗 对 好的 自龙 我们作为一家眼科医院呢 我们最多合作的这个项目 比如说光明行动 这个职位呢 就是说是来负责这个项目 如果你要做得好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同时管几个项目 你还可以管其他项目经理 这样 好的 明白了 小眼 我想就是他可以成为我们这个奢侈品牌的店长 奢侈品牌的店长 你也说过 这份工作也可以在你的考虑范畴之内 三个职位各不相同 涉及到的企业也完全不同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现在有两家剩下来了 一家是眼科医院 一家是伊利诺伊 你要跟这两家 谈钱不上感情 谈钱的事我不管 业院长 您请说 作为这个企业的项目经理 我们会给你一个五千的一个收入 是这样 五千块钱 好的 石总 在实习期是七千到八千 还要加上用金 那在奢侈品牌的用金是非常高的 因为那客人的金额非常大 好 这就是这样的两个职位 那么接下来杨冠博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书表的思考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华度亚太 还是伊利诺伊 还是选择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